大家好,歡迎收看新一集的Aster仰心分享 今天想和大家說一下如何可以逆境求生 或者逆境翻身如何舒服一點,不太辛苦 甚至可以避開它就好了 未開始之前先和大家說一些開心事 我們這個相聚一刻農連新春涵大運的專家分享 眨眼就全部做完了 Sean Wong那集本來今晚出街 但我發覺星期一早上有節目出街 星期一晚也有節目出街 於是決定將《相聚一刻》的節目 或是開心養生館 改到星期三晚的九點鐘 退兩天,讓大家不要看 你知道YouTube有很多東西看 所以今天星期三,2月7日 就會有Sean Wong的訪問出街 題目就是《九運開始,香港零星要升》 Are you ready? 很多人都會覺得未來的世界就不會好 又打仗,又這些路路 特別是香港也不會好 但我和Sean 持相反的看法 就是我看好香港 當然不會去回以前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但我們依然對香港是很有信心的 我們怎樣看呢? 特別是Sean 怎樣看呢? 大家留意星期三晚的節目 另外一個好消息就是 我們會節是星期二,三月份開始 就會恢復我們的讀書會 第一本書是讀什麼呢? 《我靠吸引力法則賺到三千萬》 夜晚也會同一個星期 星期四就會有創造金錢的讀書會 這兩本書是挺新的 有什麼相同呢?又有什麼不同呢? 這個《我靠吸引力法則賺到三千萬》 就很適合一些零性和實用 他會說很多實際的東西 作者如何吸收到那三千萬的 台幣 是台幣來的 不是美金,不是港幣 他怎樣做到它? 是一些理財致富的 ABC 我就發覺很多人 一些基本理財都不懂 例如不要弄到自己日不敷之 例如要量日為出 要儲錢 這本書是非常之好 由ABC講起的 而創造金錢比較靈性 會有很多冥想 如果你只能看一本《靈性智庫書》 我覺得是這本 《Creating Money》 我講英文版 當然我們不會用英文版 還有好消息就是 我們農年小B買大包 為什麼買大包呢? 第一就是 如果你只是買錄音或錄影 是不會出現現場 不是Zoom的話 我們只是收你九十九萬個堂 即是一百八百 三個月 如果你是單堂 一時來到一時不來的話 那你就給149 然後學費就是多少 是1548 連續三個月 平均一堂是129 然後就會有現場上課 還有線上的上課 另外會加錄影 錄音 給你可以翻兜 還有什麼呢? 就是三個月的WhatsApp支援 所以是遞到不得之了 你可以問很多問題 另外一個很好的消息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免費日夜效錄音錄影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給正價1548 12堂的話 你就可以有另外一班的錄音或錄影 但是不會讓你進去WhatsApp群組 即是不要兩邊出現 所以是一雞兩尾 非常作素 另外最近 就被華山老師擺上台 說笑而已 有一次就上過華山網課 這個內在小孩 你看我沒有化妝 連我最喜歡的唇膏也沒有塗 然後還穿著一件很厚的肉袍 就給他開我功的 這個標題叫做 當導師遇上非常導師 如何轉化六十年心魔 你打這個標題 你在YouTube會看到的 我講一些是我以往的心目歷程 就是 為什麼我是今天的自己 有興趣來看 今天我想講的題目是什麼呢? 就是最近連續兩個月 娛樂圈和傳媒界都有人輕生 一位就是柳俊江先生 柳俊江先生 又有江湖外號叫做柳爺 當然他的成績也有目共睹 另外一位也很欣賞的就是何國榮先生 何國榮本身是澳洲人 據說他很喜歡這個月月蘭菊 就喜歡到一個人飄洋過海 就從澳洲過來香港 閉眼了幾十年 然後兩位就不約而同 以燒炭的形式 就離開我們人世間的 我覺得非常之可惜 柳先生 我不是他的粉絲 也不太認識他的 因為看新聞我才知道 我回看資料報道 他其實是一個挺好的人 很多人都說他很好的人 又很健康 又有兩個子女 又很年輕 四十一二歲 怎樣輕生就沒有人知道 只是知道 因為他沒有留下遺書 所以不知道 而何國榮先生 有一點可惜 就是因為他太太三個月前過世 然後感情事業 又一落千丈 沒有什麼事業 就是沒有工作 然後兼顧 他自己健康又出現問題 身體又承受很大的痛苦 然後還欠債 欠了一百幾十萬 加上各樣各樣的原因 又沒有家人在香港 就選擇了一條不歸路 我覺得是很可惜的 感情的事情 我就不在這裏說了 比較金錢那方面 我就比較在行少少 因為都教了很久 自己也身經八戰 今天想和大家說一下 怎樣可以逆境翻身 或者起碼逆境快點過 或者是怎樣可以過度 也沒那麼辛苦 OK 首先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Tough time never last Tough people do 逆境不在 強者永在 的確是的 無論是時局 經濟 或者我們個人的逆境 被人炒魷魚 有病 各樣的事情 始終會過去的 最重要是什麼 就是我們內在力量夠強 有些事情是千萬不要問的 例如是為什麼 或者是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不是你 因為其實每個人 都有過課題 無論是病 生癌症癌症 離婚 我們以前的情困 財困 我自己都經歷過很多事情 例如年輕一點的時候 就試過慰情入闖 你明白吧 也試過患了十年的躁鬱症 抑鬱症 情困財困無限次 健康出問題 又沒有淺醫 搞到自己真的 真的想 我也想什麼 當時曾經 都有過一剎那 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是很正常的 我都有大學位 我也是高大威猛又勤力 其實這些事情 這些疫境等等 是會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 所以千萬不要問 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 千萬不要問 要問的就是 怎樣 How 如何 什麼叫怎樣 例如是 我怎樣可以快點出困局 我怎樣可以快點 學到生活課程 我怎樣可以找到幫助 我怎樣可以平安度過這個難關 所有事情都會有一個模式 有一個圖案 不妨 我經常做這樣的功課 就找張紙寫下這個時間 地點、人物、原因、經過、結果、影響 這就是以前讀歷史 中國歷史的時候 的鍵 如何學習 如何考試 重要的是 生命的課題 是不斷重複的 重複到的地步 是怎樣呢 就是你學到為止 然後就是 可以多看一些失敗的個案 譬如我就是 我絕對不是一個成功案例 如果是成功的話 就是我怎樣可以 由這個疫境翻身 怎樣可以 譬如這麼差的環境 我們生意仍然很好 最近是剛開始 昨天立春 生意又是非常好的 很多羅太人要請我吃飯 耶耶耶耶耶耶 為什麼可以這樣呢 今天跟大家說多一點 到底這些體力好像很不幸 或者你很想逃避 或者這些疫境的事情 有什麼重要訊息給你呢 我可以簡單地告訴你 就是所有的疫境 只是為了造就你的 當然有人會說 你壞種子爆炸 但壞種子爆炸 就算壞種子爆炸 都是因為要給好種子的位置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想 我修行了這麼久了 為什麼還是這樣的呢 我聽到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我都修行了幾年了 我都打坐了一兩年了 為什麼還是這樣的呢 大哥 我們有一百幾十世 幾千世幾萬世的業力 為什麼不會這樣呢 你打坐兩年三年 算是什麼呢 算是哪棵充呢 千萬不要這樣想 好了 當我們遇上疫境的時候 首先我們要接受 就是我們有選擇 無論是多差的環境 也有選擇 很多年前 我自己去上Live Dynamics 即是說三十年前 三十一年前 去上Live Dynamics的時候 亦都說這個 就是我們有選擇 我們經常都有選擇 例如什麼呢 就是現在打仗了 或者現在有人用槍指著你的頭 就要你跳到兩個屎桶 一個就是四尺 一個就是八尺 你就選了四尺的屎桶 你跳下去 接著你就說 什麼選擇 還有什麼選擇 現在我站在屎桶裡 又醜又成這樣 然後問題就是 你會寧願站在四尺那裡 比八尺 如果八尺的話 就浸過你的頭 所以所有事情 無論你覺得是好事 或者是壞事 都會有選擇 第一 我們可以問自己 就是 對於發生了的事 我給它什麼意思 給它什麼意義 我怎樣去演繹發生了的事情 例如是什麼 我在這裏懲困過 無限次 年輕的時候 否則就結婚了 每一次我們分手的時候 either我扔人 或者別人扔我 或者我造就到他扔我 所以我好樣地離場 通常之後 我的演繹是什麼呢 通常就是 當然了 我又不夠瘦 又不夠漂亮 不夠什麼 不夠什麼 不夠溫柔 甚至乎有時候 不夠錢 不夠有錢 所以別人娶了一個有錢女 不娶我 這個就是 我經常跟自己說的故事 那是不是真的 當然不是 好了 那你怎麼知道不是 因為真相永遠沒有人知道 真相永遠沒有人知道 可能是緣分 可能是對方真的貪年輕人 你不會知道 知道也沒有什麼意思 好了 第二 就是我身邊有什麼人 有相同經驗 我身邊有什麼天使會幫我呢 例如是2016年 我媽媽過世的時候 我真的很痛苦當時 曾經是痛苦到 我自己也不想繼續去 我也不想做人 真的想跟媽媽走 然後我後來就想通了 就是 我真的吃了這個世界很多飯 用了很多納稅人的錢去讀書 我真的對這個世界是完全沒有貢獻 沒有理由這樣走了 是不是 而且走了之後 又下輩又離開 那如果我 當然是不會自殺的 OK 但是我離開這個世界 我去另一個世界 那這個世界的人 我也是見不到 於是乎 我就找了 江行者中心的老闆 因為他有共同的經驗 就是他的好朋友 過世的時候 他兩個也是這個 不知道是雙生火焰 還是這個 雙生火焰 大家是靈魂伴侶 他很痛苦 很痛苦 又是想死的 然後我跟他取經 我真的因為跟他聊天之後 我再重新去建立我自己 又去了十天禁語形 所以大家有什麼事發生 有疫情的時候 一來就是 如果你是我們相聚會員的話 特別是永久會員 你可以加入我們的 吹水群組 我會回答一下你的問題 還有其他的會員 都會幫忙回答你的 很多愛 很有愛 很正能量 很開心的一個群組 好 第三就是 我告訴自己 一些什麼 所有事情都是兇性的 我之前說過 劉嘉玲曾經被人 但是兩個人的選擇是不同的 一個可能就是 這個世界真是灰暗 這個世界真是黑暗 我竟然被人這樣欺負我 被人這樣 性罪犯 然後另一個可能就會想 我要自強不息 我要令自己很有power 很有錢 很有權勢 身邊很多人保護我 一念之差 就天堂地獄了 到底遇到疫情 你跟自己說什麼 好了 另外四 我怎樣應付這個挑戰 你如果問我的話 挑戰有很多種 有些你可以逆轉 有些真的逆轉不到 例如離婚 或者真的分手 因為人的心變了 你怎樣扭轉它 然後說到財困 這些的話 我們真的要好好理財 真的要好好理財 我自己發覺 無論我做身心靈 做這個搞課程 或者我做會心 這些高科技 兩次科技的產品 你不能夠停的 千萬不要做一下 又抽身 然後又懶一下 又去兩人 不行的 無論你做什麼 你繼續做吧 你可以放慢腳步 但是不能夠停 最近我聽到很多人說 我又有份工作 工作人員不太喜歡 很想全程投入去做自己夢想的工作 例如是音樂創作 或者是藝術創作 但是這些創作 第一 消錢 第二 你要生活費 第三 你沒有了份工的話 那誰給你錢 除非你是幼稚人 又或者你做一個很窮很窮的藝術家 然後過世後才出名 你不想 怎樣去決定 又很想維持著工作 又很想去做藝術那樣東西 其實這個答案很簡單 其實是什麼呢 不要說我踢白你 就是其實打工 你又不進程投入 又不去做到最好 然後去到藝術創作 你也都沒辦法全程投入去 commit to this 所以就會卡住在中間 就是 又想打份工有份好收入 又想做藝術家 然後全程去創作 做一些自己很隨心隨意的事情 其實你選擇兩樣都可以的 那你上班就開心心地回 然後接著扶搖席上 坐到最高位 就你拿身份 我們以前打工就是這樣 你也知道在打工的場所 一定是聽人說的 所以我一定是用最快的時間 最快的速度 上到最高的位置 所以我的權力有回到上下 當然這件事也要視乎 你做事的能力行不行 或者你的格局夠不夠大 或者你看到遠景夠不夠遠 有些人真的想上班就鬥份量 回到星期一看星期六 然後接著上班就看下班 OK 這樣的人其實很難有成就 其實你這樣想法的話 很難有任何事情 怎樣應付這些挑戰呢 如果你說到理財我比較厲害 如果你說到感情那些 你找周華山或者找其他好些 其實人生策劃就絕對是理財策劃 如果你的理財搞得不好的話 其實就像何先生那樣 就是沒有錢醫病 然後接著他又買一層樓來養狗 較早前我在YouTube看過他自己訪問 就是他直接買一層樓來養他那十幾隻狗 十六隻十三隻 你知道大隻狗其實很吃得很大隻 然後去到一天就是 其實去到賣屋來養狗 如果我是他朋友我就會停止他的 我猜也會有很多人停止他的 但是沒有人停止他的 因為那些狗是他的寶寶 是他的子女 你怎樣可以把孩子送出去呢 但是你如果去到賣屋的話 其實你燒掉你的老館 那人就沒有底氣了 那人沒有底氣的話 你就會一直頂下去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這樣做 以前我曾經聽過那些朋友就說 兒子說想去英國讀書 就沒有錢供他 於是就想買一層樓 就供兒子去外國讀書 我說你的兒子讀什麼 他是讀設計 浪費氣了 如果你的兒子是讀醫 或者是讀售醫 讀法律 都還有丁丁希望 丁丁而已 第一 現在讀這些行業的話 遲早都是沒什麼工作的 因為你是會被電腦 被AI取代的 OK 很多工種會取代 第二就是說 他就算真的賺到錢 他會不會給錢你呢 未必的 他將來都會娶老婆 甚至乎他都不會回香港 第三就是 你買一層樓的話 就算他這麼乖 他肯給錢養你 那你也是儲不到那個首期的 是不是 所以這個絕對煩不過 那你讀設計的話 就是隨便找一間 你考得到進去的 聰明就考入理工 如果不是的話 就是其他那些 次選、三選 然後跟著 找機會去韓國 讀一年半載就算了 用什麼去讀 要用家賣樓來供他呢 這個是非常愚蠢的想法 而當時我這位朋友 就跟我說 哎呀 只有一顆仔 他有讀書 讀書就不讀設計了 雖然我自己是讀設計 我也是這麼說 讀設計又花錢又成 他讀了書 他很有天分 但是你也要考慮一下那個行頭 很難賺到大錢 不是不行 難 所以大家要小心 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要小心你理財的智慧 千萬不要深遠 做錯一些很大的決定 買一層樓來養狗 買一層樓來供兒子 讀大學這些 千萬不要 然後 真的要有錢防身 現在今時今日 我一定跟你說 就是買金買銀 或者買銀買金 本來我都想著 多些錢進去加密貨幣 但是現在都不是這樣想 因為加密貨幣 你厲害的 升三四倍 但是今近一升上來 不能說得少 Anyway 不說這些事情 怎樣去應付這些挑戰 就是 最好就是找一些過來人 或者好像 怎麼說 入我們群組 不用說 然後是 不要自己的決定 很多時候 為什麼那些人撞車 就是他高估了 他自己駕駛的技巧 或者高估了 他自己喝醉之後的清醒能力 為什麼會有人財困 會破產 就是你高估了 你做決定時候的決策力 或者你高估了 你賺錢的能力 所以會搞到這樣 或者健康的問題 更加是千絲萬流 感情一樣是這樣 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例如是自己不斷去讓步 然後不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OK 好了 第五點 就是我怎麼告訴別人 什麼叫怎麼告訴別人 舉個例子 我年輕的時候 曾經有一次 情困的分手 和一個我很心儀的男士分手 OK 然後又怎樣 我就馬上找一個喇叭筒 一個朋友 超級八卦的 就馬上跟他先說 我跟誰分手 他現在就快要結婚了 但是 新娘不是我 然後就說少少 我想他唱出去的消息 OK 然後當然 因為我不想人家在街上見到我 我就問 你跟誰怎樣 你們結婚了 恭喜你 然後你要跟他說 不是的 他是結婚 但我不是結婚 因為他娶過的不是我 這些事情很傷心 就趕快把他唱出去 而且也是 如果你本身是決定離婚 或者你是單親媽媽 單親爸爸 你要教定你的子女 怎樣跟同學仔 跟老師說 那 我有個好朋友 幾十年前 三十年前 就跟男朋友搞大了肚子 但他搞大肚子之前 就已經分手了 就是分手 然後他就搞大肚子 OK 那時候 就只有兩三個星期 當然我們一種女朋友 就說快點下了他 如果是一個月的話 基本上 靈魂都未入母胎的話 其實那個罪不是很大的 然後朋友就不肯 結果強硬生他出來 那男人已經說 你不要生他出來 就要求他 你不要生他出來 我求求你 我真的不想負這個責任 和我們都分手了 那你不要想著 以後叫他找我 或者我在家見到他 我也不會認他的 如果你給我的話 我就一巴掌 然後就下了去 就算了 但我女朋友是生了 結果怎樣呢 當然這三十年來 就很難過 非常難過 因為 兒子是難教得不得了 因為他沒有爸爸 有爺生母教的 其實我們要教好 就是 你怎樣跟別人說 而且因為我這個女朋友 他的姓氏很特別 然後誰都知道 這個小朋友跟著老母 即是你沒有爸爸 你沒有爸爸 你爸爸 你簽一張出生紙都不簽 那你對小朋友的打擊很大 你一定要教他怎麼說 就算是失敗到 你說他在外國過世 然後跟著就分手 你也要教他 所以那小朋友 在幼稚園 他可以跟別人說 如果不是的話 他真的會被人笑 會心理非常有創傷 那當然他沒有聽 那我剛才跟他說 你要教他 他不聽 然後去到小朋友 幼稚園 小學 中學 是反叛得不得了 是很難教 經常會問他 到底誰是我爸爸 但是他不會帶他去見他 因為他爸爸說了明 是不會認他 你說多痛苦 另一個個案 就是 我曾經何時去打拳 我打拳的時候 有個同學很小的 只有小學 我猜他應該七八歲吧 我還記得他的名字 有一天我就問他 叫Peter Peter仔 你聖誕會去哪裡玩 他就說 我媽媽帶我去美國火箭基地去觀摩 這麼開心 可以叫你媽媽帶我 這些說話 然後我說 你爸爸呢 然後小朋友就說 我爸爸和我媽媽分開了 他們離婚 現在我和我媽媽住 不過我都會見到我爸爸 變成我們做大型的 就會知道要閉嘴 然後不要再問 然後他又很圓滿 三句說話已經搞定了 我們知道他現在什麼情況 避免了很多尷尬的情況 那就好 明白嗎 我們怎麼說 我們現在身處的環境 或者好像我以前開會節社的時候 我欠很多債 不說 很簡單 不跟任何人說 只有華山老師知道 但華山老師也不知道我欠多少債 那知道又如何 都幫不了 我就沒有跟任何人說 我兄弟姊妹我媽媽都不知道 我媽媽知道我欠債 但不知道我這麼大波 就直接不要跟人說 直到什麼時候 就是你已經還清債務 完全是翻身 那你就可以跟人說了 第六 我怎樣從中得益 我們遇到逆境 我們真的要問自己一些正向的問題 我怎麼可以從中得益 這件事對我來說有什麼好處 又舉個例子 99年 我情商也很重要 又財困 兩尾一起來 然後我就發覺 我遇上的男士 都不是好得去哪裡 他們都會情困 他會被女人打 被人虐待 被女人拿去錢 然後我就發覺 唉不要了 我最後一個 我跟他約會的男士 是一個非常顯赤的男士 他本身是一個 他媽媽是法國人 他爸爸是意大利人 他是一個貴族的人 然後他自己是精通 國語、英文、意大利文 和法文 而且他是中國武術的 黑帶 他還要讀什麼呢 他博士讀什麼呢 中國的價值 就是中國的價值 而且他整個氣質 很英俊 他也不是很英俊 但他就是感覺到 他那種王者的風範 那種這樣 最後跟他約會 我就發現 死火了 我很不準備 我真的很不準備 然後怎樣呢 我結果就跟他 當然分手 大家不醒 不然我現在做了闊太 然後我就想 這件事情在那裡 我學了什麼 第一 其實一個女人 你有沒有感情 很難說的 因為it takes two to the tango 你要有兩個人 你才拍得成 但是當時我自己 都心靈很破碎 感情都很失落 然後我就 在他身上學到一件事 就是 如果既然沒有愛情支援 那就去創造自己的事業 去創造自己的財富 然後我就進入了投資界 另外是什麼呢 因為他 因為他經常寫詩給我 救命 他寫給我的詩 我就看到 哇 我哪有你寫得這麼好 然後我很想成為 他詩裡面的那個女主人 我真的很想成為 他眼中的我 我就很努力去做好自己 拍拖 沒有搞搞陣 因為我以前很喜歡拍拖 回到教會 成為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 十二年的基督徒 做了代討者 那些男朋友 分了手之後 我就發現 原來有些人 可以很幸運 很幸運 很幸運 然後很努力 很努力去運行他的生意 然後後來很成功 那我其中另一個男朋友 就是 這個英國人很帥 很帥 然後他很早已經成功 然後就退休了 四十多歲已經退休了 然後到處去開派對 去玩 只是收租 收他的生意 那些稅務已經很好 所以我經常強調 感情的事情很難說 但是大家一定要做好理財 我都六十了 今年內一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會否遇到真愛 當然了 Pray to guard 我會遇到 但是你不知道 你的種子有多好 你的種子有多壞 真的不知道 這就是暫時 今天我想跟你說話 其實我發覺 朋友真的不用多 現在我只有幾個朋友 第一個就是周華山博士 我能夠叫他做朋友 我也覺得很光榮 其實他是我的老師 華山不用說 就是現在香港 身心靈界的中流底柱 另外一個就是我非常欣賞的 Yan Yen Sugar 我們都經歷過很多高高低低 最近差點被人拆散了我們 我們現在又在一起 我們一起努力工作 然後一個是身心靈界 一個是名利權界 我很欣賞 Asuga 就是很面面俱原 她的婚姻很美滿 有一個很疼愛她的老公 女兒又很乖巧 然後她跟老爺奶奶關係 父母關係 兄弟姐妹關係 是非常好的 她跟她自己關係 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而她跟錢的關係 就更加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那我跟著這個人賺錢 我怎會不好呢 然後我們遲些可能 都會搞一些招商會 去找夥伴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 這個量子科技 或者對於這個賺錢 很有興趣 但你起碼要做過 直施 有一點點戰績 你可以跟我們一起 去闖世界 華山 這兩個人很好 因為華山是身心靈界 華山就會令到我 不要只顧著賺錢 要記得貢獻 而Suga 就會反過來 說不要太飄 因為很多新心靈導師 是找不到吃 然後又不知道怎麼做市場 兩頭不到岸 這兩個人 是我的大天使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朋友 例如Santa 還有很多我自己的朋友 好了 無論大家想報班 或者想找我做教育的話 都可以找Amanda 就是6634875 6634875 我們全天好地接WhatsApp 好 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你的節目 請按讚、訂閱、按鈴鈴鈴 留言、鼓勵 轉載連結給你的朋友 接下來會再跟大家說 多一點關於疫境 如何可以疫境求全 疫境反彈 甚至是疫境突破自己 大家留意 祝大家有一個非常愉快 開心、有益、有建設性、有意義的週 拜拜